真是没想到啊,这列看似不起眼的绿皮车,它的客流几乎天天爆满,常年处于蠢运的状态 这就是西南地区最牛,最受欢迎的列车之一,由重庆北开往北京西方向去的直四次列车 今天我们会在八地魔幻城市重庆市的重庆北站出发 全程体验一下这趟鲸鱼大指侧直四次 虽然随着正鱼高铁的开通,重庆金鲸既便捷又熟识 但是这趟车几乎是丝毫不受到影响,反而客流越来越大 主要原因还是这趟车停战少,速度快,票价便宜,性价比高 重庆到北京的高铁二等座是900左右,而咱们这趟车的硬卧下铺也才400出头 高铁是8小时左右,需要坐一小天,咱们这趟车是18小时,要你你会选择哪个呢 这个车的下铺就不用寻思了,我买了好多钱才买着一个上铺 这还有个北京大哥在重庆买了一桶土鸡蛋,随着列车缓款在重庆北站洗出 接下来的直四次列车将会开启狂飙模式,一路风驰电车的前进 风铺有个小孩还知道这个车是带雨呢,应该是个小火车迷啊 而下腹这个大爷贼斗一直在研究这个鸡蛋究竟是怎么放进去的 大爷老爸给出了解释说这个瓶子口大一个个塞进去的 感觉重庆里面的车站是真多,一连气已经过去好几个了 这站是长寿北站 里面有个大哥看旁边的车过去说了一句贼斗 他说嘿,这孙子够快的 就是这大哥,我只是简单复述了一下 他的语气和音调我是没全明白 现在列车正在跨长江 跨过长江后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丰都 正在经过丰都站 来丰都旅游的人不少,白天应该是人山人海 到了晚上估计就没几个人敢溜的了吧 重庆也真够大的了 走这么长时间经过这么多车站还是在重庆 正在经过这只石柱县站也是属于重庆第一 看样子这雾都已经开始起雾了 终于已经走出重庆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湖北恩师土家苗族自治州的立船市 在立船站我们看到一趟车正在代毙 这个是重庆西到北京西的直96次列车 同时间段前面还有个成都东到北京西的直50次 这三趟直车接下来将会你对我赶几分钟的间隔共同进京 列车即将停靠恩师站 我看到直50了,窗外这个就是 咱们这个车刚停稳直50立马出站 接下来直四次列车会紧紧的跟在直50后面 直50出站是给直96到地方呢 一会儿直96该进站了 好假话咱们这个车刚关车门直96又进站了 然后直96刚停稳咱们马上又发车 接下来这三趟车将会以这样的模式 你对我赶一直到北京 天色不早了,上去休息一会儿 等我下来的时候再次看见火车跨长江 而即将停靠的城市就是湖北宜昌 到达宜昌东站 对面站台停的又是直50 终于逮着这趟车了 这回我的下车呢 直50还没跑 现在这两大王八直特板正的都在这停着呢 直50现在已经离开宜昌东了 估计直96四列车马上就进站了 哎不对啊 直96已经进站了 隔一个站台呢 方大瞅了一下 果然是这家伙 这段咱们这个车比直50多停站荆州 然后直50在郑州办客 咱们这个车在郑州是不办客的 已经抵达荆州 转眼间已经到了晚上11点 火车也抵达汉口站 也计在这批居然没看着直50 下车再找到直50不跟咱们一个站台了 咱们在13站台 直50在11站台呢 现在直96也进来了 是在10站台 中铺这个小朋友游戏打得挺溜啊 这车是真猛 一觉醒来已经过了10家庄 又得着直50了 原来是在这批 刚才在那批站台看了半天 这回还没等咱们停车 他又出站了 我天呐 沃铺车厢在宝定下几几个人 没想到又补上来了 宝定到北京这么近的距离 没想到买沃铺的人还挺多 刚才宝定上了一大姐说 高铁买过着票应做买过着票 除了卧富啥车都没票 转眼间我们已经进入到北京市区 2000来公里的路程 经过了18个多小时峰值电车的前进 火车已经抵达北京西站 而旁边这辆车又是直50 直50的车次已经变成直49了 在北京停留一个小时后就返回成都 不管是直4还是直50都是乘客首选高性价比的列车 比较可惜啊 这样的直达特快以后会越来越少 有可能陆续会被长编组的动机所取代 要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这样18个小时的沃铺 还是8个小时的高铁呢 大家可以试试一下